哎哟,兄弟們,這怎麼啦?你沒事吧? 哎,沒事吧? 嗯,沒事 你怎麼啦,兄弟啊? 不知道啊 我的媽呀,你們看 哎哟,我去,又來了 炸,炸,炸 這晚上狗折騰,咋兒起來牛折騰 炸,就是他 把這個,把鍋都弄了,土豆,菜,全吃完了 還過來 電機上,桌子上的餅了可能是 再過來我幹死你了啊 就這隻牛,個頭也不大,全給燥了 哼,轟了四五次了,還過來 這一宿,整得我一宿沒睡覺啊 大半夜的,嘩嘩嘩嘩嘩嘩 一群藏嘩在這打劍 然後這大早上起來又是牛 哎呀,我得服了我,天呀,我真的服了我 哎呀,我,我就是不睡了 不睡了,睡不著了,六點多了 太冷了,剛把這個驅暖爐開一看 現在的溫度是16.3度 這兒的溫度能達到20多多了 已經 東西都已經滿載收拾完了 我們即將出發了 這次咱們,下一站是哪兒來著 查牙,查牙出發,真是困呀 昨晚真的一宿都沒怎麼睡呀 今天開車希望不要犯困吧 這個角度但凡再多往下滑一點 就會翻好多滾,掉山牙下面去 那人就慘了,你受不受傷啊 沒事沒事沒事 要不要做點人工呼吸啊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吧 你幹嘛呀,你別搞這個 你別搞我呀 那我怎麼辦 你就假裝有人呢 我說了還是對人呢 你問我之後你就拍車去了 你得關心我呀 我關心你個丁啊 這是當花絮,充拍的 浪浪昨天洗了個澡,泡了個溫泉 今天身體有點不太適應 不太舒服了 身體不好的人 天氣特別冷的時候 最好還是別泡溫泉 特別是在這種高原的地方 走了,出發了,查絕限 不是,查啞線 查啞線 走了,朋友們 查啞線了啊 我先走一步 拍拍的根兒去幹啊 趕著追過去 要下一個大坡 對我來說難度不小啊 熄火吧 一會兒滑 看看這大坡 一口氣啊 Ну什麼 啊 說什麼 啊 啊 aver想見 我忘了 又摔了胖伯 我的天呀 坡太大了 东西太多太重 上不去了 My God,手机都摔飞了 水机都飞到这来了 快来呀,兄弟们 刚才过了这河要绕这个大方 就好一点了 这个坡太陡了 没上来 就滑倒了 这帮孙友看我吓唬 让我穿着这么厚的衣服 在这晒着 半天不过来给我救援 我要网报他们 朋友们 川藏中线啊 确实有点小刺激 比31738有意思多了 北京老乡三万的浪了 已经过了河了 马上来了啊 你别咱俩勾呛 等安琳来吧 1 2 什么事 哎呀我擦 哎呀 30多斤 哎呀 你还把这大笔包肉吃着呢 嗯 你还把这大笔包肉吃着呢 把包卸了就好了 真卸包啊 现在把包那边刷 这边刷 那边刷 一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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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哎哎哎别把红花 我去 哎别把红花 我去 哎呀别把红花 我去 哎呀别把红花 太滑了 太滑了 走 哦 卧槽 卧槽 我知道 但是它不行太滑 你知道吗 洗点东西吧 啊 这边不上大坡就行 关键市场你老摔摩托车也受不了 哪天摔坏了咋办 摔坏了换扎西德勒 我的小伙伴们 烂了非要我把东西放在车上 我的小伙伴们 不要勉强 押不用谢我 再见 谢谢我林哥帮我扶车 林哥我爱你 走开你都是 你弄了 谢谢 烂了烂烂瞅着我 哎呀以及我的小伙伴们 上来了 去了一个班啊 真的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我刚才拿了三个班嘛 那两个就是防长垫非常轻 只有那绿包 那绿包非常重非常重的 现在卸了那个班了 特别轻松 如果把后边的移动电源也卸了 那就更轻松了 还是不卸了吧 能带就自己带了 刚才 兄弟们刚才一致都让我卸 怕我有危险 都是好兄弟 走了 房伙伴 出发了 包摔歪了 调整一下 要不挡视线 看看再检查检查 这条路是 这条路是曲查公路 S303 一辆车都没有 真是安静啊 爆棒的啊 太野了 从这边要翻到那头去 难度有点大呀 我现在说说一打 一打 一打慢慢前行 他们我是追不上了 远处的山上有成片成片的牦牛 这些牦牛都上了山底了 山羊会爬山 没想到这些牦牛也会爬山啊 此时此刻我特别困 特别想睡觉 昨天晚上 没休一哈 一会儿实在不行了 我就找地睡了 我就是从那座山这么翻翻翻翻翻 哇过来的 鲜呐 哇太厉害了 慢慢走吧 反正也不着急 敢着急也没有用 哇这牦牛都跑到这个山顶来了 太厉害了 那边也都是 全城一挡 我是一只蜗牛 我要努力的往上爬 往上爬 看看 还有这么高呢 慢慢爬吧 看我的脚都搭在哪来了 这样好舒服啊 要骑一个大太子 从山上上来的时候 就发现这里有一辆车 感觉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我们快看 这个角度 我差点就翻到山崖先 躺着一个 我靠 我不敢碰的 他是不是已经嘎了 我用这个碰一下 哎 哎 怎么了 出这栋事故了 没事没事 啊 没事 我靠你喝酒了 没喝 我打电话报警了 你行不行啊 你没受伤吗 行行行 嘎了 休息会儿啊 哎呀我都困了 昨晚都没怎么睡嘛 真不开眼了都 哎呀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都困了 上车底下休息吧 哎呀 慢慢 困了 困了 实在太困了 阿琳也困了 那门骨库山贝尔地 刚才讲了 但是他还起 他讲不到根 哎呀 我这怎么有血 朋友们 大家看看啊 这个车是从上边这翻下来的 再拆一点就直接滚 是吧 太危险了 看看这车里边有电瓶 电瓶已经被人拿走了 这个太危险了 这车里现在好多雪 打开门之后有一股 非常非常难闻的臭味 地下散落的一些药品 还有这什么纸牌吧这是 什么纸牌啊 但愿人没事啊 车已经是彻彻底底包废了 里边的气味非难难闻 不知道什么的味道 特别特别难闻 我分析啊 可能是酒后 直接的从上面 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冲下来了 这太恐怖了 大家一定要引引为绩啊 来到西藏 这种地方啊 像这种严重交通 酒后是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疲劳驾驶 这种疲劳驾驶就是因为 你在高海拔的地方 然后特别困 特别容易 一下就睡着了 一下就不想人事那种感觉 之前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就是那样 其实骑着突然就 眼睛眼睛一黑睡着了 直接就端沟里去了 刚刚睡了一觉 然后阿琳和浪浪先走了 我跟小姐断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露营地 在一个小区里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篮球场 这边的温度30多度 简直热死了 就这个地方下午4点以后 还有个阴凉的地方 但是明天早上起来 上午一样让太阳晒着 傍慢看小姐怎么睡觉的 这姿势绝了